Hello 我今天又有多一個Haul 這幾天買東西 買得多了 真的 我今天有Revolve和DollSkill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希望你們喜歡這個Haul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 或是星期上載兩至三次 通常都是Fashion的Videos 你可以說我知道你喜不喜歡看Haul 或者想我上載不同的Videos 在comment裡告訴我 我第一樣給大家看的東西 就是DollSkill的買的 就是這個黑色的 其實有點像一個人家的corset 差不多一個款 這個top就是用來給你 在衣服上面穿 我覺得如果你穿一件白色的T-shirt 要是穿衣服 要是穿冷衣服 都會在上面穿 會教到你的outfit 整個outfit都會比較 elegant 特別少少sexy 它這個位置全部都有一些 銀色的圈圈圈 我覺得它挺有趣 而且這個位置 它也有一個lace up 你可以綁在這裡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sexy 少少 而且它這個cut 穿到會有少少收腰 而且看起來 也會看起來你的胸 是比較豐滿 這個就是每個人都想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衣服 挺喜歡的 我覺得是值得去買的 而且也不是很貴 Dolls kill的東西 都不會很貴 我這個size 就是買了small 它的牌子就是rehab 但是是Dolls kill的 我買的 而且它的material 其實也不錯 是一個黑色的 牛仔布的material 之後買的一件衣服 就是這件很可愛 很summer feel的一件 紅色衣服 這件衣服 其實你也可以當是一件 衣服 或者只是當一件衣服 我通常都會當它一件衣服 穿 這件不用說 就是很薄的summer 很透氣 很涼的一件衣服 我等不及summer 來的時候可以穿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類型的衣服 它只可以 中間有一條繩 給你綁住 打一個棵 有點像 你知不知道 realization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realization這個牌子 比較想貴一點 這個不是 我是Dolls kill買的 這個牌子叫做 Ital Studios 我買的尺寸是small 這件衣服 其實我都覺得不錯 穿上去是很適合我尺寸 我覺得穿上去很好看 這件衣服 你可以在裡面打底 還是不打底 都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不打底會好看 如果你不喜歡這麼暴露 當然可以穿一件chip top 或穿一件表帶衣服 都沒什麼所謂 之後在Revolve 其實只買了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 其實也是一個summer feeling 買了很多summer feeling 但現在這個天氣還是很冷 所以我想有一陣子還沒穿到 這件衣服是一件黃色的衣服 這是一個summer vacation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衣服 好像去旅行 去beach 那時候可以穿得到 這個牌子是privacy please 那我 如果你有看我的Revolve 我很多時候都會買privacy please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東西 比較適合我的風格 而且很適合身 而且質素也不錯 好像這件這樣 它很有彈性 而且它的材料也比較厚一點 所以不會看到什麼布魯的東西出來 這個綁的位置可以自己調校 它這裡中間有個空位 所以看來我有點像 穿著一件bikini top 這個位置你會看到一點點 underboob 這件衣服比較輕一點 underboob sexy一點 那類型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露一點underboob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你可以加大一個馬 這個位置會比較大 就不會顯示到underboob 那這個我買了extra small 所以也是會有少少underboob 這件東西出現的 那還有它這個是一個body 所以也是一個thong 那之後就買了兩對耳環 那第一對給大家看的 就是vanessa mooney 那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圈的耳環 有個心形 中間寫著amur 那其實這個跟浦文的寫法也是一樣的 但我想的這個應該其實是spanish 因為spanish比較想補片的浦文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媽媽也是一般浦國人 所以 反正我挺喜歡這個耳環的 其實這個耳環都戴了兩三次 我通常沒有小小的圈 然後有些東西吊吊吊 我通常沒有 所以就打算買這一對 但是 唉 我帶了出去之後 我已經不見了一對 因為它這個part 扣的位置 不是太過實正 所以 那天我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掉了 那個耳環 所以已經是沒有了一對 我現在是戴不了 那之後那一對呢 就是一個大一點的圈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通常都是喜歡這些圈圈的耳環 那這個也是金色的一個圈 那它中間呢 就有個十字架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有點像Dolchicabana的耳環 但Dolchicabana的耳環其實都挺貴 差不多成 如果是這些類型的款 都要成三百多磅 所以差不多三千多元 所以都會挺貴 但是這個呢 就價評很多 不用說 在Revolve那裡買 它這個牌子就叫做 Juels by Martha Calvo 我會在下面連結 其實那些 全部的細節看上去都很好 我不知道你這裡看不看得到 但是它那個金色 比較像雅色一點 會有一個金色 所以不是說太閃 我覺得這裡有一些燈 所以看上去比較閃 如果這個戴上去之後 就是差不多那麼長 戴了 那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老大大大廈的Vanessa Mooney 這個耳環 掉了一雙之後 我發現不見了之後 我就是一個購物行 所以就找了一個 excuse 買多一雙耳環 所以就去了Liberty 買一雙耳環 Liberty是英國的一個很出名的 shopping mall 那我就去了看它的accessories 那我就找了這一雙耳環 那這個牌子就叫做 Alice Monroe 那我買的呢 就是一雙很小小的圈子的耳環 因為其實我沒有一些 是比較小的 剛剛好的圈子的耳環 我是沒有的 所以就買了這雙 那這個就是這樣 其實它是一個 新型的耳環 挺可愛的 那我最後買的一樣東西 就是來了一個這樣的包裝 這個包裝是一個很奇怪的包裝 初衷我開個package的時候 我都忘記了這個是什麼 所以我看到就覺得很奇怪 我在想 哪鬼傳這個東西過來的 很奇怪的 我已經在想著很多 很奇怪的一個imagination 那我看看之後 才發現原來我可以開到的 那我開了之後 就發現原來是我一個叫了的眼鏡 它這個眼鏡其實也是現在很小小的 那類型有色的眼鏡 也是現在很流行的那類型 很90s那些 我覺得這個眼鏡 如果穿一些很90s那類型的T恤 因為好像我現在穿這類型的T恤 我覺得會蠻好看 那戴上去就是這樣 那我不用說 就是比較喜歡這些很小小的眼鏡 是真的沒什麼用的 但是看上去比較帥一點 所以 那所以我比較喜歡這個 那其實它有幾個 很多個顏色的 它有紅色 紅 它有紅色 橙色黃色 綠色和藍色 那我現在戴的就是紫色來的 那它們也不是很貴 而且它戴上去的時候 其實也挺輕 挺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眼鏡的 brand都不錯 那它的brand我現在就不太記得 所以我會在這裡寫下來給大家 還有全部東西都會在link下面 好像我這麼說 我希望你喜歡這個Haul 如果你有什麼comment 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comment下告訴我 那我下個video再跟大家見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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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